那么这个失踪的脑袋碰巧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废墟中找到了 这个就有趣了 那么考古学推测这怎么回事呢 他说 This had must have been found in classical times and carefully preserved 说这个脑袋啊 Masal Bean还是对过去推测了 一定是在这个古罗马时代就被发现了 咱们说了古罗马时代就是公元前五世纪有的背景 他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的5th century BC 换成了classical times classical times也就是Roman times 那么在第十行出现过Roman times 这里做了个替换 都是一样的 并且呢 and carefully preserved 后面省掉了 and must have been carefully preserved 肯定是得到了仔细的保护了 这must have been用一个就行了 这个保护保存是个重点 本文中用的是动词preserve 但保护有好几个词 这个词注意场合 这个preserve强调keep something in good condition 把某个东西保存在完好状态 强调保证质量不下降 keep something in good condition 处在良好状态 状态质量不下降 看些例子 preserve one's eyesight 保护势力 保护势力 让势力不再下降 像李老师从小就没有好好保护势力 进入眼了 preserve food 保存食物 在冰箱里面 食物不烂掉 这是处于良好状态 in good condition 对吧 但是保护保存 还有另外一个词 在conserve 这个搭配 这个强调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我们大声跟老师读一下 先读第一个 preserve 注意是发z的声音 再读第二个 conserve 中间发z这个声音 这也是保护 这个强调保护什么呢 它强调保持数量不下降 第一个preserve强调保质 conserve强调保量 数量不下降 咱看例子 conserve wildlife 保护野生洞 wildlife保持野生洞 泛质不可数的 什么金丝猴 什么猪环 什么大熊猫 让它数量不下降 保持数量 像conserve resources 保护资源 像森林 像淡水 保证数量不再减少 这个保护 用conserve更好一些 那还有一个拼写 和这个含义多类似的词汇 我们在大声读一下 reserve reserve 中间又发z的声音了 这也是保护 但这个词一般多强调呢 一般都请它保存起来 以为将来来使用 为什么保护 留着未来使用 这个时候用reserve更好一些 比如说 reserve your energy for the climb tomorrow 养精蓄锐 为明天爬山 保存体力 为什么呢 明天要爬山呢 但保护起来先不用 再比如说咱看商品 后面 往我们包装那儿 有这么一些字 叫all rise reserved 所有的权利 后面加过去分词 都是被保护的 为什么被保护用这个词呢 以前你用 没关系啊 从我注册开始 包括商标啊 图案啊 名称啊 以后不许别人用了 以后都是不用 所以用reserve这个词是对的 表示以为将来来使用 有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甚至我们可以多看几个 这个这个这个例子 比如说这句话 I reserve the right to disagree 我保留持不同意见的权利 现在我不说话 并不代表我同意和默许 我明天可能会反对 今天我查资料去 我把这个权利保护起来 在未来可能会反对 你看 留着为了将来使用 用这个搭配 甚至由他稍微派生一下 reserve是可以表示预定的意思吧 预定也是被将来使用 有这么意思拍上的 比如说我预定一个二人桌 今天比如说情人节 我打那话 Hello I'd like to reserve a table for two reserve a table for two 预定一个二人桌 今天晚上我们要用那桌子 注意就不用说 a table for two people了 那people是废话 为什么呢 那不可能二狗桌 一定是二人了 people就甭说了 十人桌 a table for ten就好了 英语中要简洁 咱们做一道说话题 请翻书 在二十五页的第十题 好 跟老师一块打开书 二十五页第十题 咱们来看这个第十题 他说 the head was carefully preserved 这个脑袋得到了 此系的保护 it was 应该选哪个 a be well done 做得不错 这个不对 b be conserved 它让数量不减少 脑袋一共就一个 这怎么会再去减少 那么c呢 是保养 是维护维修 地下没人维护它 d 对了 in good condition 处于良好状态 这个对了 咱们再看当年 一道大学英语六级的真题 别考到这个词了 只不过考的是名词 我们看一个选哪个 他说 the old building is in a good state of什么 except for the wooden floors 这个老的建筑物 除了这个木头楼梯之外 处于保存完好的 这么一个状态 大家看选哪个 observation 是观察观测或评论 这根本就不沾边 观察观测或某人发布的评论都行 b c d都是保护 perservation 处于良好状态 conservation 数量不减少 reservation 为了将来使用 大家应该看一个选哪个 他表示状态不错呗 保存完好的状态 表示质量不下降 一个大楼怎么减少 我没有说现在没住人 为了未来去住人 状态处于良好状态 in good condition 选b preservation preservation名词 这是正确的 这个脑袋肯定是 公元前五世纪 当年已经有一千年之久了 所以后面说 it was very old and precious even then 在当时是非常古老 非常珍贵了 因为当年就是老古董 一千年了 注意这个宝贵的 这个发音 咱们注意不要读precious 好多人把这i o u s 都叫ers 不对 没有字母r 这个舌尖是不能够回来的 在梅雨中出现字母r 手都够回来 像star sport 没有r舌尖不能够 别读precious 跟老师大声对面 precious precious 不要勾说的 你看我们在指环王中 很多人贪婪的 拿着这个戒指 it's my my own my precious 不能说my precious 不能勾手头 再看几个例子 你看这里面都有这个ous 第一个 紧张的 不要读nervous 第一个ner是正确的 但第二个 在美容中发 呃 大声那边 nervous nervous 不是ver 再来边 nervous nervous 好 再看这个紧张的 焦虑的 焦急的 不是anxious 我们大声那边 anxious anxious 注意这个ous 不要勾说的 这个翻译注意 在当年已经一千年 已经一千年之久了 已经很宝贵了 对 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身手益处 相差一千年 但是下句话中揭示了一个 更有趣的地方 咱们看是怎么一个有趣法 他说 when the archaeologists reconstructed the fragments they were amazed to find that the goddess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当这个考古学家 把这碎片重新拼起来 恢复原状之后 这个reconstruct表示 是使恢复原状 偏接起来恢复原来状态 这个知道就行了 他们惊讶的发现 这个女神原来是一个摩登女郎 they were amazed 这个man叫石某人惊讶 所以惊讶地 人作主用被动 后面那个to find 惊讶后面的to do 当然是原因状语了 我们知道 动词不定是 在句中做状语 无外乎是四种 动词不定是做状语 无外乎是目的 原因 结果 条件 在这里 目的 原因 结果 条件 在这里是原因状态 因为发现这个东西 而惊讶 但是使惊讶的词特别多 首先surprise 这个词是最通俗的 也没有任何场合限制 就是让某人大吃一惊 使惊讶没问题 但是还有一些使惊讶 我们在新改革二次后 就出现过这么一个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stonish 注意这个字母T要说话 我们再来读 astonish 这也是表示使惊讶 但这个语气特别重 他讲的 because of something unbelievable 因为难以置信的事情 这不可能的吧 不敢相信耳朵 不敢相信眼睛 因为难以相信的事情 你不信 咱看一看第二册的第46课 第二册的第46课里面 有这么一个句子 he was astonished at what he found a man was lying in a box on top of a pile of woollen goose 这个工人打开了箱子之后 对他发现的事情 大吃一惊 哎呀 这不可能的嘛 下了一大条不敢相信 为什么呢 一个大活人 一个男的 正躺在这个箱子里边 在什么呢 在一大堆的毛制品的上面 躺着一个大活人 大家可能还记得 学过二次同学 就是一个大箱子特别重 从飞机运到目的地之后 大家嘎嘣嘣 把这箱子盖撬开之后 有本来里边装的毛制品 上面躺着一个大活人 这是为了 这个不买机票 藏在里边的 这箱子里 这怎么会有大活人呢 不敢相信眼睛了 因为 astonished 这个词特别贴切 你看对词汇有精准理解之后 咱们看文章 体会能更深刻 咱们写文章 这个表达的效率能更高一些 那在本文中用的这个amaze呢 amaze表示 because of something confusing 因为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而惊讶 就陷入迷惑不解的这个状态 难以理解搞不清楚 想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这个也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把这个去掉之后 这个amaze 这个amaze 本来就是名词 并不是中文中amaze 大amaze那个 这个amaze当名词 表示迷宫的意思 而这个城市像个迷宫一样 the city is like a maze 刚好一坐迷宫嘛 进去就迷惑不解了 本文中强调迷惑不解的惊讶是对的 对吧 就是这些考古学家 把这个碎片给拼起来之后 好几千年了 一看这个女神 那个眉毛 那个眼 那个鼻子 那个脸 那个模样锤子穿着打扮 一看 就是lady gaga 这是摩登女郎吗 这怎么回事呢 大家想不明白 迷惑不解 几个考古学家 往这一蹲 你挠挠我脑袋 我挠挠你脑袋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也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了怎么回事 你看这个 amaze这个词 用的特别贴切 这个用的对 但是我们到了19课 会碰到另外一个动词 也是实惊讶 就是大声读一下 astound astound 好 也是实惊讶 但是这个词呢 多强调 把某人惊呆了 不知道怎么说 怎么反应 你呆呆的发愣 惊呆了 用这个词 我们再读一遍 astound 这个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把A去掉之后 这个stand 这个字根 它本身表示stone 石头的意思 你看stand跟stone 本来呢 重发音就很类似的 看到之后 变成一块石头了 动不了了 被惊呆了 强到用它 咱们下面看看 19课的句子 在这个86页的 16行到底17行 86页的16行 到底17行 他说 The police were astounded when Mrs. Ramsey told them what she had done 这个警方 当Ramsey夫人 告诉她 她做的事情之后 这个警察们 被惊呆了 这个时候 我们未来会讲到 老太太花了 1000英镑 赎了一只梦 这个1000英镑 在当今看 好像钱不多 但别忘记 这在1960几年的时候 这是老文章了 当时1000英镑 能买一栋楼了 所以警察听说以后 这1000英镑 说不出话来了 被惊呆了 你看 描述的特别传承 你看对单词精准理解 有助于咱们加深 对文章的印象 和理解作者表达的精确汉语 这个本文中说 惊讶地发现什么呢 这个翻译的后门大师 并语从聚了 The goddess turned out to be 这是父亲 咱们在第一课中就讲过 Turn out to be 发现原来是这样的 强调出乎意料之外 没想到是这样的 那还有一个 被证明是 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 Prove to be The search proves difficult 这个搜寻被证明是困难的 这是被证明是 这个to be 油也行 去掉也行 但turn out to be 那个to be一定的家长 而这turn out to be 一般强调出乎意料之外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 你看咱们看一个 在爱情小说中常见的一个场景 我们经常说 艾里克的女朋友啊 这个这个 原来是她 同父异母的妹妹 这个爱情小说 常见 老套的剧情 对吧 Eric's girlfriend turn out to be his half sister 艾里克的女朋友 原来竟然是 出乎意料了 她同父异母的妹妹 同父异母 同母异父 都可以用她半个妹妹 从续缘来看半个妹妹 两人最后抱头痛苦 哎呀都是咱爹当年缺的德 对吧 你看这个 在这就可以用 原来是这样的 可以用 原来是一个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一个 modern女郎 这个modern looking 又出现复合形容词 这个得注意 因为好多朋友 又用定语从具了 啰嗦了啊 看起来怎么样的 用形容词 加连字符 再加looking 看起来很modern的 叫modern looking 就好了 如果看起来很有趣的呢 大家都知道 叫interesting looking 就好了 咱们看是不是 这样来说 请看158页的第17行 158页的第17行 出现这么一个搭配 叫aninteresting looking carved dagger 一柄看上去 很有趣的雕花的匕首 看上了很有趣的 叫interesting looking 构词法是一样的 类似的 再看几个 像工作很努力的 hard working 也就是形容词 附词加连字符 再加doing 很随和的 平易近人的 easy going easy going 随和的 没有架子的 平易近人的 形容词副词 加hyphen 加doing 这个结构 以后我会看到更多例子 然后描述这位女神像 怎么个某东女郎呢 后面说了 she stood three feet high and her hands rested on her hips 这个她不能说 站了三英尺 这个不通顺 这个stool在这翻译成 有多高 这个女神像 有三英尺这么高 注意这个stand 在这儿是一个 联系动词 翻译成有多高 后面用数量词做表语 看例子 the tower stands fifteen meters high 这个塔 有十五米这么高 这个时候 后面 这个补充说明的high 有也行 没有也行 因为这个stand 本身就表示有多高 后面那个high 可以去掉 那同样 我说 我有一米八 这么高 I stand one point eight meters tall 当后面加tall了 就不能加high这个词了 这个比较文言 用stand表示有多高 是文气的这个书面语 如果在口语中呢 口语中大家知道 一般都用必动词吧 the tower is fifty meters high 就好了 但stand比较文气些 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多比较文言的 这种表示 这个数量的这种系动词 比如说 weigh这个词 表示有多重 the boy weighs fifty kilos 这个有五十公斤 这么重 一百来劲 但是我如果要用 通俗的场合 通俗场合 可以用必动词 the boy is fifty kilos in weight 它的重量方面 是五十公斤 但用weigh这个词 当联系动词 比必动词要正式些 跟它类似的 还有像marry 表示有多长 有多宽 有多高 有多深 各个尺度上 都可以用marry 这个词后 我们必须加普通成分了 要不然不知道 是常识官了 对吧 比如说看 the carpet 这个地毯 mears five meters long 这个地毯 有五米这么长 相当于必动词吧 通俗场合 都用必动词的carpet is 但书面中有marry 这个long是不能去掉的 因为它可以表示 宽 高 深都行 我们换一下 the carpet matters three meters across 这个地毯 有三米这么宽 这cross 横下里是这样的 三米宽 这几个系统词 都是数面语 可以同时记住 都是用数量词所标语 短文中是有多高 这个女神呢 有三英尺这么高 并且怎么样呢 还是插腰站立 her hands rested on her hips 咱们词语中见过 rest on是搭在什么东西上面 这是哪个动作呢 她的手搭在她的臀部上面 这么一个动作 就是插腰站立 手搭在臀部上 那你看这个是什么动作 her face rested on her hands 她的脸搭在她的手上 脸在手上 咱们叫手脱相塞 手脱相塞 怎么戴着 脱着脸嘛 总之搭在什么东西上 这很形象 手在臀部上搭着 并不是摸自己屁股 而是插腰站立 就好了 好 就描述 后面进一步描述着女神 她说 she was wearing a full-length skirt which swept the ground 她当时穿着一个 用过去进行时 可以有读者 有一种身离其境的感受 好像看到 穿着这么一个衣服 用进行时 有一种现场的感觉 她当时穿着一个 full-length 就是一直能把腿和脚都遮住的 这个裙子叫full-length skirt skirt是个半截裙 如果用dress呢 这个dress 一般是连衣裙不拉紧 这个skirt是半截裙 一直把脚都盖住了 后面在这定语重句 她怕读者不明白 would swept the ground swept 来自sweep 就扫地那个词吧 裙摆一直扫到了地上 拖到地上 就一直把整个腿都挡住了 后面说 despite her great age she was very graceful indeed but so far the archaeologists have been unable to discover 和identity 尽管她的年龄特别大了 好几千岁了 但是这个女神 确实非常的优雅 但是期间为止 考古学家还不能发现 这个女神的身份 代表的是何方神圣 这个despite 这个是一个引导让步的 一个常见的借词 叫尽管 despite 它的同一词还有inspired 都可以表示尽管 但都是借词 还有一个比较大个的 叫notwithstanding 也可以当借词来用 叫尽管 那么这三个 都在后面可以加名词 做这个宾语 但是如果跟一个 让步终于重句呢 就得跟名词了 就得用连词了 连词加重句了 连词的尽管有很多 比如说 do although 还像 even though 还像while 都可别尽管 但注意 我们一般不用 even if 如果even后面加if even if 一般后面是跟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咱们发现即使或就算 但even though 跟 although while though 这样的词 一般是跟一个事实 就尽管 所以尽管跟即使不一样 even if 咱们发现即使或就算 后面是跟一个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而尽管后面是事实 比如说 对过来有个女孩子 我说 尽管你是个女孩 但是你比男人更加勇敢 这是对的 我不能说 即使你是个女人 这女的非抽我不行 为什么 她本来就是女的 所以even if 是假设 even though 是事实 even though 相当于 though of the whole while 注意这个在写作中注意 尤其在逻辑性比较强的文章 这个不用错 但是 我们借词也可以把它改成廉词 怎么改成廉词呢 这么改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尽管有这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我后面加拿引导的同位与从句 做前面这个the fact的同位语 做什么事实 做事实的同位语 这样一来 这后面可以加从句了吧 那么它的用法 从用法来说 是不是类似于 although even though的用法了 或者用这个despite也行 despite the fact that 尽管有这个事实 什么事实 后面加同位从句 都可以 当然大家记住 这种借词加名词加同位从句 这个结构可以代替廉词 但注意 这个结构只用在书面中 口语对话不要用 写作中可以用 口语对话没有人这么说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at没人这么讲话 一定用在书面中就好了 咱们有据为证啊 你不行咱看一看三册里面 这个有说服力啊 比如说咱看236页第二行到第五行 236页第52颗的第二行到第五行 他说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bottle is tinted a delicate shade of grain and the observant visitor would soon notice that it is filled with what looks like a thick great substance 尽管有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加同句了 尽管这个瓶子呢 染上了一个淡淡的绿色 但是一个比较敏锐的观察者 一个访客 立刻很快能看到 这瓶子里装满了一个 看起来非常粘稠的 灰了巴基的东西 尽管 despite the fact that 用在书面中是可以的 这个用法在第四课中 还会见到有类似的用法 只不过在第四课中 就变成原因状语了 咱们的未来会看到 但是so far就迄今为止 这个是常识 出现so far咱们一般用 现在完成时 就迄今为止 到对现在有影响了 后面果然 the archaeology have been unable 用完成时了 to discover her identity 还是不能发现 它的身份 就是which goddess it represented 它究竟代表的是 哪尊神圣 是哪尊神 现在依然不能被发现 整个文章 在最后揭示了谜底 这个发现有趣在哪里 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身手异处 相差一千年 第二个是 这个女神 好几千年之久 结果看起来非常摩登 就像lady gaga 像麦当娜一样 这是有趣的地方 但到最后才揭示谜底 而且依然在后面 留了个悬念 女神是谁 依然是读者 意犹未尽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去模仿 去体会一下如何写出 引人入胜的叙事类文章 你看做的这个思路是什么 上来文章开头 先制造悬念 做出了个有趣的发现 读出了 咱们个有趣法案 咱们人都喜欢看有趣的事 下面层层深入 破坚这个主题 先说古城 然后古城里面的庙宇 然后到庙宇里面的殿堂 殿堂里面发现有神像 那怎么个有趣法案呢 揭示谜底 哦 故事达到高潮 身手易处是一个有趣 摩登女郎是另外一个有趣 然后到故事的尾声 意犹未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女神像身份依然未知 是哪尊神 依然不知道 整个文章写的非常有趣味性 如果咱们写文章 上来就说为什么有趣 这文章下面第二段没人看 非常精彩的文章 老师把细节已经讲清楚了 但讲清楚之后并不代表 你马上就会了 而是老师 李老师更会了 李老师又复习了一点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记住李老师说的 英语不是知识 是一门技术 光知都不行 必须得会 怎么会呢 一个字 数 请大家多次复习 大量的反复听 直到印到脑子里面才好 好 第三课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